再來關心疫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今天宣布 臺灣新增兩例的境外移入 確診個案 分別是來自愛爾蘭的案522 和來自印度的案523 先來看到 從愛爾蘭入境 臺灣的這個個案 她是本國籍的二十多歲女性 她在十月四號入境臺灣 當時她沒有任何的症狀 但卻在十月五號 就開始出現了發燒 和全身肌肉痠痛的症狀 而在今天確診了 另外還有案523 她是一名印度籍的三十多歲的男性 來臺前的她的採檢是位陰性的 而她在九月九號入境臺灣的時候 到現在都沒有出現任何的症狀 不過她在十月五號 自己結束檢疫後自費採檢 今天卻確診了 而另外臺灣今天也在輸出了 四名的確診個案 分別是入境日本和入境法國的個案 其中入境日本的是三例 入境法國的是一例 而指揮中心已經緊急匡列了 他們在臺灣的所有接觸者 雖然這兩個地名 大家都不陌生 不過卻是臺灣第一次有 從這兩個國家入境的個案 案五二二二十多歲 本國籍的女性 長期在愛爾蘭工作 十月四號入境臺灣 沒有症狀 隔天出現發燒 肌肉痠痛 採檢確診 而引人注意的是案五二三 一名三十多歲印度籍的男子 因為工作來臺登機前持有三天內陰性報告 九月九號入境臺灣沒有症狀 一路居家檢疫到九月二十三號 十月五號因為工作需求自費裁檢 竟然有驗出陽性確診 那三週以前就已經有感染了 三天前的檢疫陰性報告 是比較可能是微陰性 那當然也有可能它是在潛伏期間 所以沒有被驗出來 疫調工作持續進行 要追的不只是境外移入個案的接觸者 指揮中心接獲四起輸出的個案 三例日本 一例法國 一共採檢了在臺灣接觸的三十七人 全數陰性 每一個國家所採用的檢驗的試劑 檢驗的方式各有的不同 不管怎麼樣那些情況怎麼樣 我們把當作所有的個案 還是當作一個本土的個案 那進行在臺灣的一個接觸時的追蹤跟疫調 小心翼翼全力防堵 面對秋冬的新冠疫情 誰都不敢保證 但該打的流感疫苗 出門就必須戴上的口罩 聽起來很八股 卻是防護的根本之道 華人新聞 雷亞羅大偉 台北報導